男同學坐在椅子上翹著腳拿著棍子 對著前方戴眼鏡的男生又戳又敲 一對男學生形成人牆 將兩人圍在中央 坐著的學生站了起來 抓住對方頭髮 還扣住下巴 啪啪啪來回 打了好幾個巴掌 邊打還邊搶俠 搶完打完還不夠 打人的男學生再拿出白紙 用力朝他臉上抹 周圍的友人沒有勸阻 還嘻嘻哈哈看熱鬧 甚至拿手機錄影 這起校園霸凌事件 發生在台中一所私立高中 打人的跟被打的 都是高一的學生 兩人不同班 沒有太多交集 直到日前 打人的男同學 在臉書PO出感情問題 被打的學生 只是在他PO文留言 卻引來當事人不滿 認為他多嘴約搶談判 那麼可能彼此之間都有一些流文 所以彼此看了以後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不愉快的情緒出來 這個孩子也覺得說自己行為不對 所以他也主動地跟我們的學生 甚至家長道歉 校方介入處理 雙方家長也和解不提告 但只因不滿對方留言 學生就公然集體霸凌 主事者還以棍子挑釁 掐脖子打巴掌 更以白紙磨臉 手推腳踹偏差行為 已經讓受害學生留下隱隱 繼續歡迎收看景辰台中 採訪報導